现在全世界的矛头指向了川普 川普面临的三大难题 第一个要先来看一下在油价的部分 因为昨天布兰特原油期货一口气大跌了百分之四 因为美国的库存大增 再加上沙烏地阿拉伯说他们会迅速的来增产 所以让油价回落到了76美元 创下7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而我们看到主要受到了美国的原油库存大增 还有沙国即将加速增产的消息 进而拖累了油价甜面的下跌 我们看一下美国原油的库存真的出现了暴增 而在最近的这一个礼拜以来增加了990万桶 来到了4.18亿桶 而远高于预估值增加了370万桶 那我们看到了在最近这五个礼拜以来 每一周都在增加 就代表了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其实每个月的原油库存 每个礼拜的库存都在增加的同时 这也比原先市场上预估的数字还要来得高 而看到了下方的库存量 库存量在这里也是出现了同步的攀升 所以看到了美国的原油库存的确在增加当中 如果增加那对于油价的上涨 当然就会产生一些阻力 那沙古地阿拉伯昨天也说他们会负起责任 因为美国将在11月4号开始禁止各国向伊朗来购买原油 那外媒就报道了说沙古地阿拉伯表示呢 他们有可能会尽速的来提供更多的原油 现在的产量已经升到了每天1070万桶 未来每天的产量将会多出100到200万桶 因为美国要制裁伊朗 好 我现在沙古地阿拉伯来负责 伊朗这个少产出的部分呢 我会尽量的来供应短缺 所以看到了在目前为止呢 这个油价出现了大跌 因为供给要增加 所以呢看到了昨天油价一口气大跌了4% 创下了波段压回来的新低 而昨天的收盘价收在76.44美元 创下了7月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 好 油价要回跌 那不过呢我们看到了现在 最新油价电子盘的部分 反倒是有一些直稳的讯号 小涨了0.09% 而拥有的报价呢来到了66美元 反倒是布兰特运用的部分还出现了回跌 昨天大跌了4% 而今天呢再跌0.48% 看到了现在布兰特运用跌了0.37美元 报价来到了76.09美元 那除了这个油价是川普 现在要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之外 川普还有另外两个难题 好 来看一下联准会 那川普呢再度批评联准会 指着鲍尔升息 根本就是在威胁美国的经济成长 那12月份有没有可能升息会踩刹车呢 好 川普说每次我只要经济有一点成绩 你们联准会就升息抹煞了我的成绩 但他再度的炮轰 那有没有可能让联准会在12月份 真的暂缓升息的步调 还是说像先前这些联准会的官员们 纷纷很强硬的表态说 这个部分他们并不会有这样的压力 他们认为联准会还是要继续维持升息的步调 除了这两大难题之外 最近川普在面临一个国际性的政治议题 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痛 因为有7000多名的移民向美国挺进 而且川普现在大发飙 他还调动了军队来阻止 好 我们看到了这些移民现在往美国挺进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图像的状况 来自于在一些外媒报道当中 这种空拍的这个景象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触目惊心 7000多人就在用走的 或者是用透过了这个翻墙啦 跳河啦 游泳啦 好 向美国来挺进 为什么他们要挺进呢 甚至川普还发飙 说他们要召集军队 希望这些人赶快回头 这一连串的人我们看到了 其实是来自于洪都拉斯的移民 这些洪都拉斯的移民呢 中美洲移民他们用走的 用两条腿走了4500公里 只为了要偷渡进入美国 而截日10月21号为止 人数已经来到了7000人了 他们召集人穿越了维地马拉 向墨西哥进军 他们就是用走的走了4500多公里 真的是走得非常非常久 而且在这个一路上呢 加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本来2000多人变成现在有7000多人 这个队伍超过了1.6公里 所以他们一度在墨西哥的边境的一座大桥上 为了要进入墨西哥 还跟墨西哥的警方发生冲突 您看到这就是跟这个警方发生冲突的 这个一些片刻的画面 那移民呢向警察丢石头啦 丢其他的物品啦 那这些警方呢则是有用催泪瓦斯 或者是橡皮子的子弹来回应 所以导致这个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紊乱 不管是移民也好 警察也好 甚至现场采访的记者也有非常多人受伤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第一站来到了墨西哥 墨西哥就是在美国隔壁的一个国家 那墨西哥的政府是说呢 无证移民你必须要个别的提交政治的庇护申请 才能够进入墨西哥 但是这些移民大军就像 这个人多势众哦 这个非要进入墨西哥不可 他们一边高呼我们可以 然后一边喊着墨西哥 爬上一连串甚至拆毁一连串的路障 而涌进大桥当中 甚至还有人决定要走水路哦 他们用这个轮胎哦 拼成了小船 然后一边划着一边进入墨西哥的边境 数千人就靠着游泳穿过了这个边境 那墨西哥呢 他们最终就关闭了这个边境大门 那希望这些移民不要再进来了 但是有很多的移民还是不甘心 有人跳下河企图游过这个墨西哥的边境 也有人是直接坐在桥上等待 那在这里面还有很多人 不是只是大人哦 还有带着小朋友的 带着父母的 他们拼死也要越过墨西哥 他们想要去哪里 其实他们想要去美国 那现场也可以看到很多移民 将这个婴儿高举过头接力的传递 那现场可以说是很多很多这个不堪的景象 所以在这个墨西哥的边境当中 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好 那当然这些这个国家的这个移民者 他们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 长年来不管是战争或者是一些谋杀的事件 或者是生活面临了很大的绝境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再待在自己的国家了 又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路径申请移民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强大军压境 大家一起去越过墨西哥想要进入美国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这个7000移民呢 大军压境到了墨西哥 甚至要到了美国了 川普呢 当然也是拿了他们来出气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目前为止呢 他们为了要去美国 因为在当地缺乏工作 甚至有帮派的暴力 甚至包括了有很多人死于谋杀 所以有外媒就表示说 像是维地马拉 像是萨尔瓦多 还有宏都拉斯呢 有将近10%的人口 都是因为帮派或者是缺乏工作 而逃离他们原本的故土 那犯罪率呢 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地区 那所谓死于谋杀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2015年的数据统计 洪都拉斯这个国家 每10万人就有63人死于谋杀 而在萨尔瓦多的部分 只有100多人 好 我们看到每10万人里面 就有108人是死于谋杀 所以当地的这个生活状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境 所以他们无论如何 也要来到墨西哥 也要来到美国 那美国总统川普呢 现在呢很生气 因为他本来在移民法的这一条 就是非常非常的过绝 他不希望有任何的移民 能够继续地进入美国 所以他正动用一切的力量 阻止非法移民要进入美国 那川普还威胁说 如果你墨西哥在我南方的这个国家 你不把它拦阻下来 我就会关进美墨边境 他再次重申 如果墨西哥不阻止移民的话 让这些移民真的来到了美国 川普就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会召集军队哦 而不是只是警卫队而已 召集军队 让军队进驻来对付这些移民 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 现在川普的三大问题来讲 不管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他还再度的来抨击联准会 甚至包括了他的这个 现在移民的问题 也再次的卷土重来 甚至包括了油价 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 到底要如何的来走下一步 这目前为止都是川普面临的 比较大的困境 所以我们再次的卷土重来